一个200斤的男人被砍成了13块 故事开始 一名男子遭到劫匪抢劫 可就在两人在追赶过程中 劫匪不小心摔倒在地 等到他回过神来 引入眼帘的好然是一只沾满鲜血的手掌 警方很快便封锁了现场 而经过法医的初步鉴定 尸体至少用了两种以上分尸工具 随着越来越多的尸体碎块被发现 法医推断死者身高应该在1米75左右 体重高达220斤 可警方把现场都翻遍了 却始终没有找到死者的头部跟胯部 因此法医只能根据尸班来判定死亡时间 发现尸体是在7号往前推50多个小时 4号晚上被杀的 但因为尸体的缺尸 陆离无法查找死者身份以及死因 而经过警方三天的搜寻 搜查工作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发现尸块的茶园里一共有100多户人家 他们用的全是一种麻袋 也根本没有办法查明装尸块麻袋的来源 而陆离茶变了这一年失踪的男性 却没有一个符合特征的 很快5天时间过去 案件依旧没有一丝进展 副局长找到陆离开始施压 到底等什么呢 我在等一场雨 副局长听后很是不屑 一场雨能够破案那还要警局干什么呢 于是副局不顾陆离的拒绝 给他安排了一个搭档 而这个人正是池镇 早在几天前池镇的酒吧就接二连三被警方查封 找人询问才得知是副局故意下令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池镇加入警局 跟陆离搭档并且监视他 陆离之前有个搭档叫树刀 本来两个人合作也挺好 上半年的时候 陆离把他的拍档 手牢给打死了 池镇当场就拒绝了副局的要求 他将这件事情告知了老板 可没想到老板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池镇无奈也只能答应 而意料之中的大雨则给了陆离一丝希望 等到雨停后 陆离带着池镇再次来到茶园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从尸肥沟底下挖出尸体 这有三千多条尸肥沟 你怎么确定是哪条啊 陆离表示只要挑有积水的蛙 就一定能找出尸体 果然不出他所料 没过多久 他们便在图里找到了剩余的尸块带 里面正是死者缺尸的头部跟胯部 接着陆离从袋子里掏出了死者的内裤 上面竟有一个缝合的隐藏口 而口袋里面装着的 则是一张泛黄的登机牌 陆队根据死者身上的登机牌信息 确认了死者名叫陈明阳 于是立马来到十字港进行调查 两人兵分两路 池震来到陈明阳家中调查 但只找到了他的大姐跟小妹 可当池震告诉两人陈明阳的死讯时 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当即便要来陈明阳的照片 才发现死者和照片上的人并不是同意的 因为照片上的陈明阳很瘦 而死者却是200斤的大胖子 另一边 陆队也找到了在工地干活的陈明阳 他坦白自己确实去过华城 但只是为了去看望开美容院的大嫂 至于照片上的死者他并不认识 而在死者身上发现的登机牌 陈明阳则是一口咬定说是他捡走了 可令两人都感到奇怪的是 陈家的大哥跟小弟都在几年前因为意外去世了 小弟死于溺水 大哥则是在路上发生了车祸 看到男人眼神飘忽不定 陆队怀疑这和其中必有问题 随后便来到十字港警局查询出入境记录 却发现陈明阳在案发当天就返回了十字港 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那他到底跟死者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调查清楚真相 第二天两人再次来到陈家调查 陆队找到当地的村长 才得知大哥是为了回来参加小弟的丧礼 再回去之后返回机场 却意外发现车祸自然爆炸的 虽然及时就下了妻儿 但自己却被烧成交谈 与此同时 池阵也开始用美男计讨用小妹的话 得知他们之前一家非常穷 直到大哥去国外做生意回来 家里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而大哥在临死之前 却突然间买了五份保险 总价值超过一千万 大哥死后这笔钱 就被大嫂跟他们兄妹三人各分了五百万 但没过多久就被他们兄妹败光了 全靠大嫂开美容院养活他们 了解完情况后 两人怀疑大哥的死 很有可能不是意外 陆队警觉陈家大哥的死 并不是意外 很有可能是为了骗保而发生的谋杀 于是两人决定第二天继续调查 可令池阵没有想到的是 晚上傅局竟发来消息 催促他杀死陆队 原来就在前不久 傅局便找到池阵 让他在去十字岗调查的时候杀死陆队 因为他怀疑是之前的张局就是被陆队杀死 池阵没有犹豫就拒绝了 没想到傅局竟以他母亲性命相要挟 池阵无奈只能答应 但他确实终下不了手 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第二天陆队便顺着保险这条线索 走访了几家保险公司 才发现他们当时都有过怀疑 可死者的血型和陈家大哥完全一致 家属也都认定死的人就是大哥 所以就没有进行尸检 没有做尸检你们就赔钱 法律有这样的规定 飞行是案件 像车祸这种意外死亡的 只要家属能够确认死者的身份 有权利不进行尸检 而确认死者身份的人正是死者的妻子 陆离怀疑是一起谋杀 但保险公司的人却认定不可能 因为陈大哥死之前他的妻子就在车里 如果是谋杀那他的妻子肯定会知道 为了查找到更多的线索 两人坐飞机回到了华城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交换行李时 突然间明白陈明阳的登记牌 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身上的原因啊 等你怕是这么来的 是陈明阳给那个胖子 他俩认识 两人连忙调取了当天飞机上的所有乘客信息 终于找到了死者的真实身份 经济舱22A 孙薇 经过警方的排查 陆队很快就来到了死者住过的酒店 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只找到了一种奇怪的消炎药 而另一边 池震也没有闲着 他开始调查陈大嫂的信息 并从他的美容院会计事务里 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死者孙薇竟然是美容院的股东 而且分红比例还很高 一切案件似乎都已经水落石出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警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女人 放着风度翩翩的老公不要 只喜欢200斤的大胖子 男人无奈 只能找整形医生将自己从头到尾改造一遍 可过后没多久 便又受到了妻子的嫌弃 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你这张脸 你这脸上就写着我想死 谁陪我一起死 就在前不久 警方终于确认了死者孙薇的身份 并得知了男人竟是陈大嫂美容院的股东 于是两人当即便找到了陈大嫂 而对于孙薇的死 他却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 表示孙薇虽然是美容院的股东 但他们并没有其他联系 可当陆队问起陈大哥是怎么死的时候 他却不愿意多谈 原本以为线索就要就此中断 同事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死者孙薇的护照上显示是个康国人 但经过他们的调查发现 康国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孙薇 而且他还在几年前把护照给卖了 陈队猜测肯定是死者买了他的护照 然后经过多次整容 这才有了现在的模样 你觉得这哥们长得好看吗 不算好看 这个草木溪溜青叶片 它是专门用于整容后消肿和定性 如果你花钱整容 你会整成这样吗 卖掉的护照加上整容的线索 再次让这起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陈队只能从整容医院处入手 他们找遍了全市的所有整容医院 果真在一个挂着牙医诊所的地方 找到了死者的身份信息 原来就在几年前 男人便找到他说要整成胖子的模样 医生原本是拒绝了这个人 可没想到一年时间男人就增肥一大圈 并再次找到医生 见到案例特别医生也就答应了 而经过十几次的羞羞补补后 男人才终于变成了孙薇的模样 说完便拿出这几年记录的照片 而令陆队感到惊悚的是 此人正是死去多年的陈大哥 于是陆队再次找到陈大嫂 这一次女人倒是直接承认了 表示孙薇就是陈大哥整容假扮的 但他却一直强调自己并没有杀死他 而现如今他终于要嫁给自己梦寐以求的男人 他请求两人不要破坏自己的婚礼 随后池震找到陈大嫂的女儿 从中了解到女孩曾经见过陈大哥 就在这时 大嫂的父亲来找外孙女 池震见到后便顺手倒了一杯热水 明他拿的是一杯开水 但他却仿佛没有知觉般 池震立马觉察到了不对劲 刚才我跟这个王长林两人喝茶的时候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 很胖 他就直接握在手 就跟拿这个男手宝一样 不早说 顺着这一线索 两人来到了王长林的住处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但却在桌角发现了血迹 还有地上拖拉尸体的痕迹 显然这就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他们根据血迹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处小木屋里 里面的景象让两人大吃一惊 屋内铺满了苍蝇 而地上则是分尸用的茶刀和大量的血迹 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王长林就是杀害孙薇的凶手 而另一边婚礼上 陈大嫂对新婚丈夫许下种种诺言 当年她也对陈大哥说过同样的话 而正是因为那些承诺 让陈大哥变成了孙薇 也害她丢掉了性命 很快陆队跟池镇就赶到了婚礼现场 但大爷似乎十分淡定 两位警官 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孙薇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爸更不知道他是谁 直到陈大嫂看到父亲手上的银手桌后 明白真相的他痛哭不已 此时审讯事理 陆队询问大爷知不知道15年的骗保案 但他却否认了 甚至连孙薇是陈大哥自己都才知道没多久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他是你女婿 他叫了你这么多年的爸爸 你跟他多大的仇 你要把他切成13块 但大爷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 两人之间并没有多大仇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可无论警方怎么质问他 大爷始终不承认有帮凶 警方也不是傻子 200多斤的胖子没有两个人以上 老大爷一个人能有这么大力气分尸吗 而且现场的分尸工具就不止一种 当警方把种种证据摆在他的面前时 大爷才终于道出了真相 岳父残忍将女婿杀害 没想到男人临死前还在喊着女儿的名字 让他照顾好自己的小孩 而岳父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钱 死者名叫陈明宇 家里虽然一贫如洗 但也兄弟和睦 没想到变故就在这一天发生了 因为家里的三弟溺水身亡 陈明宇赶回老家办理丧事 就在这时二弟将他叫到了外面 并递给他几份保险单 怎么会买这么多保险 我和大姐小妹都商量过了 你在康古的生育 既然已经不行了 你就趁这机会骗一大笔保费 方法都被你想好了 反正女儿三弟的鸽头也差不多 说到老二又掏出一张国外的护照 这是他特意花五万块钱买的 目的就是等到大哥假死后 假扮成护照上的孙薇继续生活 陈明宇原本想要拒绝 他不忍心遭见弟弟的尸体 但弟弟妹妹们想前想得发疯 他们已经过惯了大哥带来的好日子 所以一起用亲情逼迫老大 看着一旁点头的妻子 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几人带着三弟的尸体 来到一处偏僻的高速公路 为了不露出破绽 妻子还故意将自己烧伤 紧接着众人把三弟拖拖至车内 随即一把火将车子烧得面目全非 最后成功骗取到了千万榜正经 而陈明宇则按照孙薇的模样开始证据 经过十几次的修修补补 他终于变成了孙薇的模样 原本以为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好景不长 很快他就发现妻子正在跟别人约会 对自己也是越来越嫌弃 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你这张脸 你这脸上就写着我想死 谁跟我一起死 我不会的 小鹿也不会的 就算如此陈明宇也没有生气 他只是想要回女儿的抚养权 却被妻子一口回绝 你现在不是小鹿的父亲了 你不是陈明宇了 陈明宇痛苦万分 他找到帮他整容的医生 请求他帮助自己变回原样 但是到如今 纵使他有再多的钱 医生也是爱莫能助 为了能够再见一件女儿 陈明宇只能寻求弟弟妹妹的帮助 没想到他们却为了钱 让他不要再争夺抚养权 小鹿跟着你不会幸福的 你看看大嫂和梁斯文 他们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 能给他最好的条件 你能养活他吗 我不管 我不管 见到陈明宇执意要夺回抚养权 大妹连忙鼓动老二跟上去 如果不想失去大嫂这棵摇钱树的话 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他 你怎么来了 老二谎称自己是来帮助大哥的 如果再要不回来侄女的话 就算是强也会帮大哥抢回来 陈明宇信以为真 两人当即便来到了美容院 可大嫂却态度坚决 甚至还说只要让他跟陈家断绝关系 往后每个月多给他们15万生活费 什么合约 合约里说得很清楚 只要我每个月多给他们15万 我王叔一从今天开始 跟你们陈家毫无瓜葛 陈明宇气急败坏 拿骗宝的事情威胁妻子 不曾想这些话被楼下的岳父 听了个一清二楚 而此时被赶下来的老二 也开始添油加醋 表示如果大哥送嫂子去坐牢的话 那他们的女儿怎么办 如果我哥不在了 不好 回到酒店后 陈明宇忽然回想起老二的眼神 似乎有点最近 便打电话跟前抬药来针线 把老二的登机牌缝进了自己的内裤里 而第二天一早 岳父便以外孙的名义 将陈明宇骗到了家中 原本以为终于能够见到女儿了 可他殊不知 自己已经踏进了死亡的深渊 只见岳父趁其不备 直接拿出匕首对准了他 而陈明宇临死前 还在嘱咐岳父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虽然最终岳父和弟弟 都被警方抓获 但两个吃着人血馒头的妹妹 池震却拿他们毫无办法 你们认为钱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的事情 所以亲情毫无意义 人命无名关键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都不值 所以你们才可以拿着你们亲人的尸体去换钱 然后坐在他们的棺材上 然后践踏着他们未寒的事故 一张一张的结束 此时的池震只能痛斥他们的冷血无情 但他相信法律正义 迟早有一天 他们会受到应有的审判 女孩离奇地死在自己的床上 警方认定同行的好色男就是嫌疑人 可没想到第二天 好色男竟离奇地死在了警察眼皮子底下 而法医通过尸检 推测出凶手为男性 并用铁丝从背后将他活活勒死 此时妙龄来到浴室翻看死者衣物 才发现这个迷彩外套并不是好色男的 这不是关注原因吗 这何欣语的 陆队立马找来何欣语问话 但背包客却说 外套是他在浴室洗澡时 不小心搭在了好色男的衣服上 但在一旁观察的池震 却一语戳穿了他的说辞 外套是你故意挂在上面 你很清楚 临时询问一旦结束 我们必须要放你们走 而凶手是要杀你们 准确地说是杀你跟哪怕 你知道他不会放你的活口走 所以你害怕 你把这件外套挂在了挂钩上 关之源是替你死的 告诉我 凶手是谁 见到谎言被捅破 背包客便只能坦白 说自己确实知道凶手要杀自己 而凶手杀死好色男的时候 他就在隔壁浴室 当时只看到了他的小腿 并未见到凶手的脸 跟哪怕的关系 也只是生意上的同行 而此时的池震 却看着眼前的背包客 感到莫名的眼熟 随后陆队又询问了 亲吕的所有住客 但都没有发现 什么有用的线索 每个人的说辞 似乎都找不出破绽 但令他们感到惊悚的是 博士生的说法 但我看见关之源死了 我去洗漱间 看见他躺在那 水龙头开着 血水往下水倒流 我都看见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换到旁边那间洗了 我是去洗澡的 总不能因为死过的 我早都不洗了 更重要的是 这期间所有男人都进去过浴室 都看见了死去的好色男 但他们却都很是淡点 谁都没有跟警方声张 没有办法的陆队 只能将所有人聚集在了事发的歌厅 让他们自由活动 而他则和同事们在监控后边 想要找出破绽 却依旧毫无收获 甚至在这些人的家属上 也找不出任何线索 但此时的何欣宇 却显得越来越紧张 我能不能申请警察保护啊 你说什么 为了找出几人当中的嫌犯 四个警察跟六个嫌犯 玩起了真心话 然而就在众人玩得入迷时 背包客却突然强化发言 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人要杀我 我不知道谁派来的 但是我想告诉那个人 之前的那些钱我一分都没拿 话音刚落 便喝了杯水想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随后冯婷婷和旅店老板分别发了言 然而就在这时 背包客却突然躁动了起来 清华屋 下这儿吧 因为接二连三在警察的面前发生命案 当地警方高层迅速赶到现场接手此案 双方人马刚一见面 男人便开始嘲讽陆队 接着便宣布该案件由皇家警署接管 不得不说男人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很快就在现场的桌底下发现了一枚钮扣 里面含有清华屋的残留 李警官见状 立马将旅馆升为二级警戒 并让剩下的五人全部换上了囚服 第二天一早 李警官便将他们全都叫了起来 再次开始一个个单独审讯 结果五个人的说辞依旧天衣无缝 无奈只能再次将众人关到了事发的歌厅 让他们把心中认定的嫌疑人写在本子上 直到有人承认自己是凶手为止 听到这里五人直接崩溃 而李警官则在监控后边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几天后 闲不住的陆队再次跟池震回到了警局 没想到就在这时 同事鸡蛋在从女死者的父母那里 拿到了女死者和老公的合照 居然发现女死者的丈夫 就是第三名死者背包客 这时池震也想起了 他以前见过这个背包客 在当年他还是律师的时候 就接到过背包客的委托 但他觉得没有胜算就被推了 什么死亡 为什么倒地 池震说 当年背包客是一个房屋中介 有一对澳洲夫妇找他买房子 但因为太有钱 于是背包客就和他的老婆绑架了这对夫妇 想要吞掉他们买房的全款现金 结果直到把老两口折磨至死 也没有问出保险箱的密码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拿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连扫地机器人都没有放过 但正因为扫地机器人的定位系统 警方才能将他抓获 抓到何欣宇 何欣宇什么都不说 而更令池震感到震惊的是 他们在折磨富豪夫妇的期间 第二天居然还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公司 假装他们马上就要来交钱买房子 我想不通的是 明明是个死案 人证物证拒在 为什么他会背叛 吴队释放 并且出现在了化者 带着这个疑惑 陆队跟池震找到了打当年案件的律师 结果律师也是一脸懵圈 本以为是个死案 没想到还没开始辩护自己就赢了 原来当时本应该出庭作证的中介公司经理 和老两口家的保姆都是案件的目击证人 结果开庭当天竟都离奇死亡 经理是走在路上被掉落的空调砸死 保姆则是被车撞飞 是个人都觉得巧合 可警方调查了两个多月 都查出跟被包客和欣宇没有任何关系 而当年负责此案的正是李警官 接着陆队找律师要来了事发当天的录像 放大之后他们才看到 开车撞飞保姆的那个人 正是身在旅馆的程飞 而这一切都能说通吗 凶手下一个要杀害的人就是程飞 两人当即往旅馆赶去 可当陆队将这个结果告诉李警官的时候 他却一把挂断了电话 此时的他显然已经没有了耐心 直接叫走了所有手下 准备让五名嫌犯放飞自我 这时心虚的程飞率先崩溃 我他妈的就不应该来上 知道你们中间有人想杀我 哎呀 插我呀 他上前一把抢过为强的本子 发现上面写着的正是自己的名字 随后他逐一查看了剩下三人的本子 无一例外都是他 崩溃之下程飞终于承认了 自己曾经杀过人的事实 承认 我是杀过人 被蓝牙杀过一对老夫妇 还撞死我一个保姆 我干的我都承认 那他们这可不是我杀的 话音刚落几人纷纷起身 很快他们便扭打在一起 势单力薄的程飞被打晕在地 就在众人商量着谁动手干掉他的时候 冯婷婷终于开口了 那我来 放在我前方 蹲下 幸好警方及时赶到 才就下程飞一命 原来这一切都是李警官的圈套 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嫌犯自相残杀 实证因此大发雷霆 但凡我们晚来三秒钟 就三秒钟 那支笔要是扎下去 我们明天绝对是新闻头条 你信吗 为什么 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在我们眼皮子里再死第四个人 我们就是全世界最愚蠢警察的典范 这时李警官走了过来 坦白在处理程飞这件事情上 自己确实不是个好警察 但当年让他们几人出逃 一直是他心里过不去的看 表示自己虽然处理过那么多的案子 但富豪夫妇一案 却是让他最心惊的 不是因为死人太多 而是他们死相残杀 他们是活生生被折磨死的 接着李警官便把自己 当年查到的资料交给了陆队 案件则再次交还到了华城警局 而池震也从资料中发现 被害夫妇的房款 都被拿去投资了信托资金 他怀疑是有人黑了那450万 于是两人找到了基金公司 一番打听之下才知道 被害夫妇当年有一个养女 信托基金也是劳两口为他所准备的 而这个养女正是冯婷婷 原来几年前冯婷婷意外找到了亲生父母 虽然多年养育之恩让他很是不少 但无奈之下也不得不和劳两口告 可没想到不久厚城飞就策划了绑架案 火同何欣宇那怕将两人折磨至此 不料就在这时保姆目睹了这一切落荒而逃 害怕事情暴露他们只能先撤退 但何欣宇身上的血迹却引起了公司经理的怀疑 可就在开庭前 经理跟保姆都突然死亡 最后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而经过两年的调查 冯婷婷也终于查到了案件真相 她找到信托基金的管理人 软磨硬泡拿出了所有钱 接着找到了房产经理的弟弟刘远 同时还有保姆的儿子为强 三个人一起策划了这起连环杀人案 他们给成飞三人发去短信 已知道他们的秘密 唯由骗到了青年旅舍里 唱歌当晚那怕喝多去厕所呕吐 冯婷婷则趁此机会 将情话物倒在了毛巾上 接着捂住了那怕的口蜜 而在真心话的时候 刘远扯下衬衣上的钮扣 趁众人不注意将情话物粉末 倒入了何欣宇的杯中 至于关之源 则成为了何欣宇的替死鬼被围墙杀害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 为了死去的亲人报仇而献上自己的一生 各位网友们觉得值不值呢 一对情侣正在等待救援 这时汽车突然静止朝他们撞去 男人气得就要口吐芬芳 可就在他上前查看时 却发现车上空无一人 两人瞬间蒙圈 随即缓缓来到车尾 才发现后备箱里竟然装着一具女尸 这已经是一周以来发现的第二具尸体了 此时警局内 刑警队长陆黎正在审讯案件嫌疑人 只见他拿出杀人凶器 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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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死 你是不是变态 但男人却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不断出烟挑衅陆黎 我先去这个 里面 还是这个 有本事 你查出来 哪一根树 扎死他的 就在这时 副局走了进来 称又发现了一起凶杀案 并且同样是用签子扎死的 陆黎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死者身上绑的蝴蝶结 和第一具尸体一模一样 而经过警方的调查 死者是医院的一名护士 一年前刚从国外移民到华城 车也是上个月刚买的 不久前刚把丈夫和三个月的儿子接了过来 没想到今天却离奇的惨死在自己车里 随即陆黎来到车上搜寻 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只找到了一个可疑的钥匙口 而经过法医的初步鉴定 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六点半前后 凶手扎进去 拔手 再打进去 再拔手 没有哪些人 他什么时候扛不住了 就死了 因为两者死因相同 陆黎决定病案侦查 可刚回到警局 就碰上了第一个受害者的母亲 原来她是想要领回女儿的尸体下葬 但案件还没有侦破 只能拒绝她的要求 认不认识一个护士叫刘亚平 不认识 朵拉失踪之前 有没有去过人案医院的妇产科 母亲很是诧异 据她了解女儿还没有男朋友 怎么会去妇产科呢 与此同时 警方也来到了护士家中 向她打听死者的日常情况 但当警方问起男人案发当天的去向时 情绪突然变得十分激动 现在是在怀疑我吗 我孩子今年才三岁 我等这个团聚的机会 等了三年了 你们现在竟然说我杀掉我老婆 见此两位警员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陆黎来到见证科询问情况 可令她感到奇怪的是 车上并没有行车记录仪 也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而两个死者之间除了致命伤 更没有其他任何共同点 一下子 案件进入到了僵局 女人死在了郊区的河里 致命伤是脖子上密集的小孔 持证几人赶到现场 才发现是他们在寻找的莉莉 三天前她便离奇失踪 电话关机怎么也联系不上 没想到居然被人抛尸在湖边 闺蜜飞飞哭的梨花带雨 立马打电话要报警 没想到却被持证拦住 她担心莉莉的死是自己的人做的 报警肯定会对自己的酒吧不利 随即便让小弟去殡仪馆租了一个冰柜 用来暂存莉莉的尸体 自己则返回酒吧翻找莉莉的储物柜 可里面的东西却让她大吃一惊 她发现整个酒吧的女孩 竟然都跟着莉莉做起了皮肉生意 并且每一笔生意都被记录在了本子上 池震大发雷霆 事情一出 老板当即就找来池震了解情况 他怀疑莉莉的死是死对头做的 目的就是想要搞黄自己的生意 他给池震五天的时间查清此事 但老板很怨心 威胁池震找不出凶手 就要让她赔偿莉莉一条命 无奈池震只能跟着飞飞来到莉莉的老家 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 但都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 陆里也没有闲着 她拿着地图 分别走了死者护士往返医院和家的三条路线 并逐一记录了所用时间 而以死者的生活习惯来看 无论她走哪一条路回家 都不会在中途就下车 这就证明死者肯定是跟凶手认识的 就在这时法医也告诉陆里 死者伤口并没有铁签和木屑残留物 那凶器只有可能就是不锈钢和上了漆的签子 两个关键信息似乎让路里有了新的突破口 于是她再次找到护士的帐篷 跟她打听死者的生活习惯 得知了他们周末的时候会经常去一家艺术公园区 与此同时 池震逐一给莉莉本子上的客人打去电话 却毫无收获 就在这时 菲菲告诉她莉莉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是专门用来接火的 不仅如此 每个电话她都会录音 两人当即打开手机 很快一个女人的电话引起了池震的注意 随后两人来到了电话里说的地点 才发现是一处废墟 如此空旷的地方肯定不是作案现场 池震推断很有可能是有人在这里接走了莉莉 警方接连收到报案 死者的死因相同 致命伤都是脖子上密集的小孔 而法医通过尸检 确认扎死女人的凶器 正是烧烤所用的签子 凶手扎进去 把阿丑再扎进去 再把这 没有哪下是致命的 她什么时候扛不住了 也就是 这已经是一周内死的第三个女人了 难道是一起连环杀人案吗 可无论池震怎么寻找线索 都查不出三个女人之间的共同点 死了三个女人都很漂亮 肯定跟性有关啊 一言惊醒梦中人 池震当即便来到了第一个死者的家里 她假扮成死者的老师 谎称自己是过来送试卷的 母亲没有怀疑就把她迎进了屋里 就在这时 池震突然发现桌上的话 正是她之前去过的大地普什号废墟 刚拿出手机拍下来 没想到却撞见了自己的死背筒 陆理长 幸会啊 原来就在两年前 池震还是一名金牌律师 但因为同情被告人的遭遇 便帮她烧毁了尸体 从而被判吊销律师执照终身 而当年揭发她的那个人 正是警局的陆理 当听到死者母亲说池震是老师的时候 陆理瞬间明白过来 冲上去就是一拳 你别让我吵吵跟你有关系 根据在死者发现的话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话的处处 对方原百里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另一边 老板给的五日期限已经过去了三天 为了自己的小命 池震来到了第二位死者护士的家里 两人假扮成保险公司的人 谎称死者有一份意外保险要理赔 聊天间池震发现墙上话 与家里的板是格格不入 丈夫告知他这是死者的一位病人送的 于是趁着男人离开之际 池震将话收了起来 没想到就在离开的时候 恰巧碰见了来调查案件的陆梨 他很好奇池震为何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死者家中 于是便让警员妙龄去跟踪池震 自己则再次来到护士家里 接着拿出地图 让男人指出妻子平时有可能停留的地方 根据男人提供的线索 陆梨来到了艺术园区调查 无意间发现了一家正在售卖油花的小店 起初这家店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直到陆梨回到警局查看证物时 突然发现从死者护士车上找到的钥匙口 竟然和店里售卖的一模一样 一个罪鬼大闹警察局 称他们抓错了凶手 我都来人撒野是吧 信不信我现在激怒你 我告诉你们 我手里有重要的证据 人命关切 你负责要责吗 负责要责吗 你负责要责吗 你负责要责吗 实际二话不说 当即就把自己找到的证据拿了出来 并放出一张女人的照片 你抓错人了 一个星期内接连发生三起命案 且都是被签子杀死的 警方怀疑凶器是很有可能是烧烤的签子 但持震却不这样认为 看着从死者家里拿出来的真知话 持震一口断定 凶器很有可能就是织毛医用的签子 为了理清楚线索 两人来到了死者护士工作的医院 假扮保险人员要来了诊疗记录 果真在上面发现了一个熟悉的电话 正是约莉莉去大仆地10号的女人 可没想医生却告诉她 此人竟是怀孕八个月的孕妇 而且当天下午就会来复诊 持震当即决定在医院大厅蹲守 可没想到女人的警惕性非常高 在看到持震瞄了她两眼后 变果断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原本以为自己没有抓到人会被老板责罚 没想到老板的人却告诉她 真凶已经被缉拿归案 凶手是一个男画家 而这个凶手 正是陆黎根据死者护士车里发现的钥匙扣 来断定男人就是真凶 这让持震感到十分郁闷 自己辛苦几天 结果警方找了个替死鬼 越想越气的持震当即便大闹警局 并将自己找到的线索交给了陆黎 接着带她去见了莉莉的尸体 什么时候的事 十一号 在河里发现了 那个时候已经泡了三天了 当看到死者留下来的日记跟录音后 陆黎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而经过法医的鉴定 断定杀死三名死者的是同一个人 结论一出复局大发雷霆 现陆黎必须在一周内抓到真凶 不料就在这时 一份口供签名引起了陆黎的注意 他发现男画家的签名 竟和死者家中发现的画画签名一模一样 另一边 池震也觉察到了不对劲 男画师口供上填写的地址 居然跟死者莉莉记录的 揭客名单上的一样 那真凶很有可能就不止孕妇一个人 于是跟陆黎不约而同地赶到了画廊 没想到却看到令人惊悚的一幕 这是我见不最恶毒的孕妇 只因丈夫跟护士闲聊两句 就将护士骗到家中 用签子活活将她扎死 而且这已经是孕妇杀的第三个人了 可丈夫不仅没有选择报警 反而帮着孕妇毁尸灭迹 就在刚刚 池震跟陆黎来到了画室 两人发现了一处地下室 并在油画架上发现了喷溅的血迹 池震比划了一下脖子 表示这很有可能就是被签子扎死的第一现场 更重的是他们还发现了几位受害者的画像 以及怀着孕妇的真凶 一切真相都已明了 陆黎立马联系同事锁定男画师的位置 此时的男画师正带着孕妇一路狂飙 由于孕妇即将临盆情绪十分激动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原来是男画师出轨大学生朵拉被孕妇发现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男画师让朵拉去赔罪 一巴掌 一脚 两万 你放心 她那么大肚子踢不动 更晃 还有我在 朵拉信以为真 可没想到两人见面后 孕妇越骂越气 立马拿起桌上只毛衣的签子扎向了朵拉 等到男人回过神来 朵拉早已回天乏处 为了避免冬窗事发 男人将朵拉塞进了干水桶里 但她爱的只是孕妇肚子里的孩子 并不是孕妇本人 于是耐不住寂寞的 她又联系到莉莉搞起了皮肉生意 没想到却被孕妇无意中发现了 便打电话将莉莉骗到大普第十号 谎称是老板让她来接自己 随后在画师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她 再由男人把她抛尸盒中 而第三起护士的命案纯属是躺枪 只是看到男人跟护士闲聊几句 孕妇因此怀恨在心 便找借口让护士送她回家 骗到画师将其杀害 随后若无其事地 给男人准备了一桌饭菜 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 庆祝 你终于可以心目在念 全心全意地和我一起过日子 当看到护士的尸体后 男人才惊觉自己的女友 竟是何等的丧心病狂 可为了孕妇肚子里的孩子 男人再次帮助女人处理了尸体 她将车开到了桥上 挂上空挡刃骑溜走 直至撞上了等待救援的小情侣 真相终于大白 而在警方的重重围堵之下 终于拦截住了男人的车 两名真凶迅速被逮捕 而孕妇在生下孩子后才明白 为了爱而让爱变质带取的杀戮 伤害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家庭 这绝对是史上最可怕的谋杀方式 它让你的死亡看起来再正常不过 连经验丰富的老法医 都能将这场谋杀认定为意外 警员池震想把这场意外定为谋杀 但法医却觉得他是在小题大做 医院每天都在死人 马路上每天都在出车祸 你不能随便死个人就叫我过来验吧 可就算法医断定死者的死亡只是意外 但池震却仍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 因为刚当死者还来到警局报案 如果哪天我要是出事了 被人杀了 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死了 无论死的有多正常 你一定要当凶杀案来立案 池震以为男人是在开玩笑 便按照过往惯例 让男人写下了地址跟电话 然而就在池震和同事闲聊时 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细想之后觉得有些不对劲 便打电话让男人来找自己 谁知他竟在地铁上哮喘并发作 等到地铁门打开时 男人早已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 等到池震赶到时 只发现死者身上带着的纸条 根据上面的账号与密码 池震登陆了死者的邮箱 里面的东西却让他大吃一惊 而由于男人的死无法指向他杀 警局根本就不与立案 哮喘病人死在了地铁站很正常的 人多 空气很差 挤 把药挤掉了 人犯病老死了 不是啊 万一是有人调换了呢 池震见状 只能找来同事鸡蛋仔 来到死者的家里进行秘密调查 果然在他的家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死者的手上有一份游戏版权合同 参与者是包括他在内的四名年轻人 而且这份合同的授权是今年到期 四千万 这么多钱 每个人能分一千万 黄耀兰得有钱啊 就在这时 池震发现了四个人的合照 但鸡蛋仔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顾欣伟 几个月前他与云友分手 但因受不住打击自杀身亡 一张照片死个人死了两个 虽然死因看似毫无破绽 池震却愈发觉得事情不简单 就在这时卧室突然传来声响 二人马上拔枪警惕朝门口走去 胡料之事意外抖声 临走前 池震想要打听是谁报的警 胡料竟再次惹怒了抓他们的警察 将两人扣了起来 直到第二天早上 法医过来询问陆队池震的下落 这才得知池震一晚上都被扣在了区分局 他连忙赶过去将他逮了出来 那里边还有一个 他知道我们要跑董在里面 他抱的紧了 一张照片四人死了两个 这让池震愈发觉得事情很不简单 没想到就在这时 陆队告知他其实已经死了三个人 原来陆队也觉察到了不对劲 于是私底下进行了调查 发现四人之中的刘昊 也在几个月前死于肺癌 这四个人互相认识 以下就死了三个 很不正常 何况还有一个人提前来报案啊 虽然两人都觉得事情不对劲 却依旧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 三人是他杀 没有办法的陆队 只能让池震私底下去调查 于是他来到了四人 仅剩下的贺云飞公司 准备找他了解情况 结果刚开口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我没有犯法 所以不跟警察打交道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的律师谈 可当池震告知他肥宅也死了的时候 贺云飞却是一脸惊讶 池震生气地打电话给陆离 要求立刻逮捕贺云飞 却再次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想要去酒吧解闷 却发现飞飞正在被人欺负 连忙上去修理了一顿流氓 可他却不知道 这个举动将会给自己惹下大火 而原本以为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可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重磅消息 贺云飞刚刚死 怎么死 不是哀症 不是哮喘 也不是为情自杀 是真正的谋杀 男人死在了酒店的卫生间 保镖在门口却没有发现任何人进出 而经过法医的的鉴定 凶器只是一把普通的匕首 刀身二十三零刺入心脏 穿透左心房 引起肺动脉破裂 导致出血性羞磕死我 法医推断死者对这一刀是毫无防备的 至于是男士女他却无法做出判断 而死者最后一个见到的人 是购买他们游戏公司的版权李总 于是陆队找到他进行询问 从他的口中得知 如果四人全部死亡的话 那么自己的公司便会自动获得游戏的版权 陆队不由地怀疑起了他的杀人动机 可没想到李总却是十分淡定 就算有杀人动机 你也得显示证据吧 李总一口咬定警方没有证据 就在这时池震也来到了现场 原来在此之前池震去了区分局一趟 才得知那天晚上报案的人正是眼前的李总 他怀疑李总为了拿到游戏代码 眼睁睁地看着肥宅哮喘并发作而死 然后在当晚潜入到他的家中 想要找到肥宅的游戏代码 结果他没想到这东西就在他的身上 也没想到警方竟把这件事情当成谋杀案来查 结果正好被池震堵到了屋里 情急之下他只能躲到阳台 拨打警方电话才得以逃生 虽然我不知道你对他做了什么 但是仅凭你自爽明天这一条 我们就有全力把你带回去 扣押你48个小时 李总听后面目争鸣 但就算警方把他带到了局子里 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 同时法医也重新检查了肥宅的尸体 发现他用的哮喘的药物 被凶手换成了粉尘 这对有哮喘的肥宅来说是必死无疑 眼看着审讯时间已过 警方没有办法只能把李总放了出去 陆队觉得很不甘心 就算人不是李总杀的那 他也肯定知道凶手是谁 于是他来到了四人的大学 找他们当年的宿管阿姨了解情况 才知道四人感情非常好 当年四人都没有收入 被学校黏了几次都不愿意离开宿舍 每次都是宿管阿姨拦了下来 而寝室长刘浩找到工作后 几人便仅靠他一人的工资勉强狗活 没曾想几人误打误撞 开发出了一款新游戏 卖给了讯达公司的李总 一张薄薄纸片 竟成为了四个人的催命符 他们意外死亡后 却让警方找不到任何线索 为了调查出事情真相 陆队两人来到了 围情自杀的顾星伟女友家中 才知道他们并非是感情不合 反而是十分恩爱 并且已经举行了婚礼 直到这天他下班回到家 发现顾星伟趴在桌上没了动静 本以为是老公喝多了没有多想 最后还是朋友看到了 顾星伟微博上的遗书 给他打去电话 问他老公是怎么自杀的 没有啊 他还躺在那好着呢 直到他去叹了鼻息 才知道老公已经身亡 而微博的内容则是责怪他骗钱骗婚 这才导致外界以为顾星伟是违情自杀 但持阵却是肯定顾星伟的死是他杀 就是说凶手拿着他手里的手机 假装发了这条长微博 然后营造他要自杀的假象 而在他们婚礼当天 兄弟三人都前来祝贺 刘浩想着自己肺癌晚期命不久已 便想要把剩下的钱分给三个兄弟 但他们全都拒绝了 并将他送去了澳门 想让他在人生的最后日子里放纵一把 可没过多久他就死在了澳门 兄弟三人也去澳门领回了刘浩骨灰 此话一出瞬间引起了陆队的注意 等一下 他们领的是刘浩的骨灰 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刘浩的尸体 对 与此同时 因为四位授权者全部死亡 版权将自动续约给迅达公司 就在黎总想要在会上宣布此事时 游龙公司的身经理却突然开口 贵公司确定四位授权人已经过世了吗 有一位还活着吧 一个小时前刚刚跟我取得联系 此话一出众人议论纷纷 而这个人正是已经死去的刘浩 池震开始猜测刘浩就是杀死三人的凶手 其目的就是想要独吞这四千万 把一千万变成四千万 没错 他们上学的时候 也是刘浩在拼死拼活的挣钱来养活他们三个 可是从来没有人重视过他 所以他就心里扭曲 把他们三个全杀了 想要独吞这笔钱 但陆队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他查到刘浩在公司离职的前一天 曾经去过警署报案 但因为没有证据警方并没有立案 于是陆队再次出发 找到了当时接待刘浩的分局局长 一张小小的四人合照 里面的人竟全部离弃死亡 但警方却在调查时发现 肺癌去世的刘浩并没有死 我想起来了 他当时来报案说被人盯上了 有人要杀他 谁要杀他 他说他不知道 我问他什么情况 他说是两次都杀他未遂 第一次呢 是从公司出来 第二次是在地下车库 我问他看见谁开的车吗 他说没看见 当时警方还以为刘浩是在无理取闹 就将他给轰走了 然而就在这时 陆队接到消息 刘浩绑架了购买他们游戏版权的李总 原来就在刘浩刚出现在话城的时候 他便找到了李总的对头公司深经理 并以游戏授权为诱饵 找沈经理要来的枪支 接着便绑架了李总 质问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和兄弟们 此话一出李总瞬间蒙圈 真不是你杀的吗 你不是牧师 我说你怎么害死他们的 在刘浩的强势逼问下 李总这才说出了实情 表示在三月份的时候 便有一个自称是牧师的人联系他 说会给他一个完整的代码 而只要有了这个代码 就不需要他们的签名 游戏便能顺利续约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李总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至于跟这个牧师联系 都是他单独在邮箱上找到他的 一听到这里男人瞬间崩溃 我发现有人要杀我 我知道这跟何栋年的事情有关 可是我以为是他们三个中间的一个人 我给他们每个人打电话 我说我痠癌症了 我快要死了 后来果然 杀我的人不见了 真的以为是我的兄弟要杀我 我真的以为是我的兄弟要杀我 刘昊情绪激动之下 便给了李总一枪 接着让他打开手机 自己则冒充李总的口吻将牧师约了出来 等到陆队赶到现场后 刘昊早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池镇推断杀人凶手肯定不是刘昊 反而他是凶手第一个要杀的目标 只是他并没有死而已 顺着这一线索 池镇找人解开了刘昊房间留下的代码 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 他不相信你们警察 他要亲手为他的三个兄弟报仇 我们把杀手干掉之后 最后一句找你们自说 与此同时 刘昊也终于找到了杀害自己的人 我说到是我不要吃饭 你是有问题吗 我不是说别敲门别打扰我吗 那也不能不吃饭呢 要你操心吗 我有没有谁要不死 请告诉你 这几天只好别打扰我 我冰火王中马上不会一千位了 男孩每天沉迷于打游戏 玩的那叫一个废情忘食 对母亲更是出言不逊 母亲虽然无奈 可还是宠爱地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这一天 无论他怎么敲门 里面都没有任何动静 等到他打开房门来到房里 才发现儿子已经猝死在电脑前 母亲痛苦万分 这一刻他决定要报仇 要让这个游戏背后的开发者为儿子偿命 而巧合的是 这四个游戏开发者在上大学时 母亲崔氏正是他们的宿管阿姨 所以他对这四个人是了如指掌 而崔母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则是刘浩 他守在男人的必经之路 想要用花盆砸死他 不料却被他侥幸躲过 于是他又来到停车场 想要开车将他撞死 却再次让他逃之升天 觉察到不对劲的刘浩 误以为是三个兄弟为了钱想要他的命 于是甲半得了癌症病入膏肓 崔母看到他人之将死 便也没有再纠缠 而是将目标锁定在了顾新伟身上 他甲借助他新婚快乐为友 来到了顾新伟的家里 将安眠药混入水中并骗他喝假 等到药效发作之后 就制造了他自杀的假象 还拿起他的手机 在微博发了一篇遗书 接着便找到黄佳伦 趁他去洗手间的功夫 把他的哮喘药换成了粉尘 导致他在地铁因哮喘并发生亡 而崔母也是目睹了全过程 轮到最后一人贺云飞的时候 因为他的身边安保严密 崔母也只能选择用最粗暴的方式 在厕所里用刀将他杀害 接着悄悄躲进女洗手间里 等到导镖觉察不对劲去查看时 他才趁此机会逃之夭夭 此时的刘浩万不敢相信 曾经带他们如亲子般的崔阿姨 竟会是杀死自己等人的凶手 得知真相的刘浩悲愈欲绝 当场拿出手枪就给兄弟们报了仇 而就在这时 警方也终于赶到了现场 在历经波折后 终于将刘浩逮捕归案 看到这里小编也觉得 有崔母的杀人动机有点扯 难道拉不出巴巴 还要怪地球没有引力吗 但这起案件 却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 女人正在路边数钱 不料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但诡异的是 等警方赶到现场后 尸体却不翼而飞 只剩下一堂血 还有一部破碎的手机 陆队当即便找到 小吃摊夫妇了解情况 可老板娘依旧惊魂未定 只告诉陆队掉下来的是 一个穿着短裤的男人 而池震也在发现血迹的超市门前 看到了两个喝得醉醺醺的酒鬼 根据男人的描述 他并没有看见有人跳楼 但是他却看到有一个喝啪的男人 被人用四轮拉走了 你记得车的颜色吗 或者车牌号 我二零买车 我高低我买黑了 红的我买的 都是我娘 池震以为醉鬼是在胡言乱语 只能先让同事带他回橘子里行行酒 而因为男人坠落的楼有失层 陆队来到楼顶查看情况 从上往下看下 立马推断出 男人不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此时池震也来到了监控室 才发现整栋楼只有一部电梯 而从昨天到今天 电梯都没有人用过 因为这里的是穷人区 楼梯也没有监控 因此他们也无法查看 是否有可疑人从楼梯上去 所以池震感到很疑惑 这个凶手是怎么在高层 把这个人推下来 然后又从上位到下楼 第一时间把这具尸体给拖走了 线索因此中断 陆队也只能先让大家收队回去 而就在警方审讯两个罪鬼时 其中的小胖子突然开口 不行 死人了 死人了 等到陆队再次询问他们时 两人又声称昨晚喝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陆队无奈 只能先翻探在现场遗留下来的手机 而通过物证科老高的调查 很快便查到了死者名叫吴振义 根据紧急联系人的信息 陆队找到了死者的前妻 才发现他们已经离婚十几年 而他接下来的说的一番话 更是震惊了陆队的三观 你能想象吗 我和他恋爱两年 嫁给他三年 才知道他对我说的 没有一句是真的 什么叫没有一句是真的 从学历 工作 父母 家庭 全是假的 直到这天接到报案 一个妇婆说自己的快递里 竟有具死人尸体 警方赶到现场后才发现 尸体正是之前跳楼消失的吴振义 池震马上对两人展开了问话 叫什么名字 叫我大表姐C 你姓大 我们是警察 再给你录口供 女人名叫邹梦外号叫大表姐 而一旁的是她的男友 李韩文外号大表哥 至于这个尸体快递 为何会出现在她家里 理由倒是挺奇葩 因为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卖葫芦娃 便花了二百多块买了一个 结果店家发了一个空箱子 还说送来的是会隐身的六娃 大表姐知道对方是在骗自己 但她心很大 甚至觉得卖家的骗术很有意思 于是再次下单 结果在去拿箱子时 发现巨成无比 只能喊来男友大表哥 让他帮忙带回了家 两人开心地以为买到了大力金刚娃 但拆开才发现大力金刚娃死了 问了一圈 池震就听了个葫芦娃的故事 这让她感到很是无奈 只好把人交给了陆队 这个人你们两个认不认识 可两人看都不看就说不认识 好在物证科老高从死者的身上 找到了一些随身物品 第二天陆队再次来到案发地附近 找到便利店营业员询问情况 可他见过照片后 也说没有见过吴振义 陆队只能拿着死者的钥匙跟照片 一边询问街坊邻居 一边挨家挨户的试着门锁 经过两人的不断尝试 终于找到了吴振义租住的房子 但里面的东西却让两人大吃一惊 死者家中的墙面上 挂满了大表姐的所有资料 似乎吴振义很早就盯上了大表姐 并且做了详细的调查 将她的所有爱好厌恶了解得一清二楚 另一边池阵也根据快递单 来到快递公司了解情况 才发现之前宋小区的快递 是一个名叫老赖的男人 结果在一周前突然跑路 新的快递员这才接手了他的岗位 没想到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当池阵拿出吴振义的照片时 一旁的快递员却是一脸惊讶 难不成我把老赖的尸体运送到了樱花院 什么这是老赖 坠楼案再次发生 唯一的线索竟是蓝群女孩 就在前不久 警方根据雇佣经理提供的线索 再次来到了大表姐的家中 才知道大表姐竟准备给男友一千万拿去投资 而男友李寒文在她这里的身份 则是操控几十亿资金的基金经理 怎么认识 缘分吧 大表姐意外把咖啡撒在了李寒文身上 为了一表歉意 她要来了大表哥的明天 就这样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因为两人有非常相似的兴趣爱好 连李寒文的外号都是大表哥 所以两人没有意外就相爱了 陆队见状直接将吴振义的调查图摆在了她的面前 这姐妹见到图 还以为吴振义也在暗恋自己 直到池震将大表哥接近她的真实意图告诉了她 这才知道自己竟是他们的盘中餐 陆队让大表姐约见李寒文 然而就在他们在咖啡厅等待时 李寒文一秒感到坠落在他们面前 等到陆队觉察不对劲赶往天台时 只看到了一个身穿蓝色裙子的女孩慌张逃走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来 这个蓝裙子跟她在死者吴振义家中发现的一模一样 于是陆队再次来到了吴振义的住处 无意间又在沙发底下 发现了另一张调查图 而这一次被盯上的对象却是一名叫大卫的男人 第二天陆队就将男人传唤到了警局 这个大叔一看就知道酒精沙场毫无所谓 当他看到陆队递给他裙子的照片时 倒是想起在家楼下的酒吧里见过那个女孩 但他却不相信这个女孩能够骗到自己 为了寻找到更多的线索 陆队再次返回了案发地的小吃摊 而这一次店里的碗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突然想起来吴振义家中也有个一样的碗 老板娘 哎 怎么了 你们家碗都长这个样吗 是啊 等到陆队将碗拿下来 老板娘一口认定这就是他家的碗 于是陆队掏出了吴振义的照片 但夫妻俩却表示没有见过这个人 就算有来过也是C仔才见过 C仔是谁 我弟弟 他之前是做晚上的 他人在哪里 去了新加坡 已经有半年多了 照片我看一看 陆队当即便要来C仔的照片 结果发现对方居然就是大表哥里韩文 案件脉络逐渐清晰 唯独还有两个疑点 一个是大表哥的死 另一个则是吴振义的尸体究竟是如何运走的 为了寻找到更多的线索 陆队再次来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 恰好撞上了超市老板卸货 从他的口中得知 他们平常都是用平板车从后门卸货的 而在平板车里 有一辆却格外的干净 警方立马将车拖回去化验 这是老板发现一只首饰早到的银银 今天却迟到了 觉察不对劲的陆队连忙来到银银的住所 并没有发现有人 联想到今天星期五是他接近大卫的日子 两人立马赶往大卫的住所 不曾想却亲眼目睹了银银坠楼身亡 案件到此真相也终于大白 吴正义是一名职业骗子 在吃粉的时候看上了李韩文的长相 就跟他做了一笔交易 只要李韩文管他一顿晚饭 他就把自己的出租房免费借给他和他的女友食物 但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吴正义借此把李韩文拉上了贼船 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 我俩做个买卖 你负责税的 负责骗 门外的交易全部被李韩文的女友盈印听见 随后吴正义便安排了一场意外 让大表姐跟李韩文相遇 因为了解他的各种爱好 很轻易就将对方拿下了 没想到这天跟大表姐买东西被银银撞见 一时间银银火上心头 担心男友离自己而去 便找到吴正义 让他也给自己找一个目标 以为自己有钱了男友便不会离开自己 吴正义立马爽快答应 但好景不长 李韩文自从跟富婆在一起后尝到了甜头 不愿意只当个骗子 他想跟富婆结婚融入有钱人的世界 吴正义见状不乐意了 威胁他拿出之前骗来的一千万 不然就把事情曝光出去 被逼急的李韩文直接将吴正义扔下了楼 盈盈看到这一幕 连忙推着平板车运走了尸体 转身来到吴正义家里把尸体装进了快递箱 然后寄到了大表姐家里 想要以此来威胁男友回心转意 但李韩文却依旧不为所动 无奈盈盈只能再次找上他 想用自己的生命挽回男友 但李韩文只担心他的死会影响到自己 气急败坏地让盈盈死一边去 直到这一刻 盈盈终于看清了男友的真面目 便趁李韩文不注意 一把将他推下了楼 做完这一切后 盈盈再次来到了大卫家里附近的酒吧 想要吊个金龟絮 却不成想自己碰到了酒精沙场的高手 他只想想了不想负责 当面揭穿了盈盈是个杀人犯后还报了警 心灰意冷之下 盈盈直接跳楼自杀了 大巴内女孩们正在有说有笑 可下一秒 一个女孩看到了地上流动的一滩血 女孩鼓起勇气走上前来 一把拉开校长的衣服 这才发现他早已被人杀害 汽车刚停稳 众人便一哄而散冲进了警局 警方查看了车内的情况 发现周围没有打斗的痕迹 而凶器上也没有指纹 然而当法医想要上来验尸时 一向不放过任何细节的陆队却拒绝了他 下车后也不询问未校的学生 并让同事马上送他们回去 时镇觉察到了陆队的反常 询问老高后才得知 死者林校长正是陆队前妻的老师 两人把女孩们送回未校 接着来到了林校长的办公室 发现了桌子上有一个刚送来的信封 打开后才得知 这是吴文轩当年考试的卷子 而卷子上的字迹一场丑梦 陆队听到后一把拿过试卷 随后装作不经意地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 这时鸡蛋仔进来汇报情况 说原本今天是主任陪着学生们参观 但林校长说自己想出去透透气 就带着学生们去了 只是到了地方后 林校长又说自己困了想谜误 便没有下车 所以说这个林校长要陪着学生去医院 但是他又不下车 那说明他要去见人啊 是吧 就在这时 池震发现垃圾桶里的试卷不见了 想起之前陆队的种种奇怪表现 池震忽然意识到这起案件的背后 似乎藏着很多秘密 于是他来到了试卷主任吴文轩的家中 发现对方正是陆队的前妻 然而当他进去后 无意间看见了桌上的便签 通过询问得知 便签上的字体正是吴文轩所写 这引起了池震的怀疑 明明当年吴文轩考卷上的字气丑无比 但如今便签上的又是很工整 字迹完全不一样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林校长的词跟吴文轩有关 可一张卷子跟林校长的词有什么关系啊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啊 一张卷子跟林校长的词有什么关系呢 你现在是在质问我 我也做过五年警察的老婆 我知道你们的文化分为询问和迅误 我建议你在询问的时候不要用迅误的口径 你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询问当成询问 我现在问你一件 一张试卷跟林校长的词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陆队赶了过来 并掏出了吴文轩当年的试卷 质问他为什么要在家里写遍签 吴文轩对此却沉默不语 而池震走后 回到家里开始分析案情 原来当年吴文轩就是靠着这张试卷 才有当年灭门惨案的不在场证物 而从现在的线索来看 池震猜测当年应该是有人替他参加了考试 第二天下午 吴文轩便开车来到医院 找到闺蜜张新玲 不料一见面张新玲就质问他 林校长的死是不是跟他有关 吴文轩看了四周后却说换个地方说话 并将他带到了楼梯间 不久后池震也赶到了医院 结果鸡蛋仔告诉他 本应该去接女儿放学的吴文轩 并没有出现在幼儿园 就在这时池震突然看到吴文轩开着车离开了医院 觉察不对劲立马上楼查看情况 结果却在楼梯间看到了张新玲的尸体 还他妈是热的 池震立马展开搜寻 但凶手早已不见踪影 回到楼梯间 池震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个笔记本 才发现上面的字迹竟跟吴文轩试卷的一模一样 池震预测他应该就是帮吴文轩替讨的人 然而回到警局后 陆对劲再次拒绝了法医的验尸请求 这让池震感到非常生气 他会再死人吗 他会再死人吗 这个案子跟你前期到底有没有关系 回答了 你别管我了 我自己会拒绝 池震无奈只能来到档案室 想要调取吴文轩的资料 结果管理员却告诉他案件早已被陆对拿走了 并且物证科的老高也曾经来找顾这个案子 于是池震接着喝酒的名义 想从他的口中了解到当年吴文轩身上的案件情况 没想到老高在五年前就开始怀疑陆队了 老高告诉池震 当年臭名昭著的白沙罗夫妇 典型的作案手法有两个 一个是将死者用猪蹄扣绑住 另一个就是杀人不拔刀 而当年吴文轩的案子中 死者的症状跟白沙罗夫妇作案手法一致 但在这起案件中 老高还是发现了一场 一般回锅肉 它为什么会有胡萝卜 而且不多 只有两片 其他菜有没有 这不合理 老高断定当年桌上的饭菜被人换过 但因为换菜的过程中没有到干净 所以回锅肉中才会出现两片胡萝卜 而当年他原本想要重启此案的调查 结果吴文轩突然和陆队结婚 他也只能作罢 也就是说凶手 在杀人之前是把人毒赢的 杀了人之后 他又把饭菜换成了没有毒的 男人一家三口惨遭杀害 但女儿却因为机缘巧合躲过一劫 而根据现场遗留下来的物证 物证科老高不禁怀疑起了 唯一存活的女儿身上 并把当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池震 经过这几起杀人案 池震愈发觉得吴文轩行迹可疑 但他不明白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会让他杀了养父母全家 为了弄清楚真相 池震假装买房 来到了吴文轩养父母生前的家中 他在屋内巡视了一圈 确认了三名死者被害的位置后 便来到外边想要找邻居们打听情况 正好碰上了对面邻居张阿姨出门 两人赶紧开口套近乎 但张阿姨一听到是吴文轩当年的案子 立马拒绝了他们 可两人却一点都不在乎 死皮赖脸地跟到了超市 说话间张阿姨无意透露出 吴文轩是父母收养的孩子 可没几年就生了一个儿子 便想要把吴文轩送给张阿姨 这是什么父母啊 现在想想 要是当年要把他收养过来 当了自己的女儿 文轩就不用那么委屈了 什么委屈 张阿姨忽然发觉说漏嘴了 神色立马慌张了起来 推着购物车就要离开 另一边 陆队也跟着吴文轩来到了超市 结果一进门就碰到了池镇两人 等到他转身 才发现吴文轩早已不见踪影 就在这时 陆队突然发现超市仓库后边躺着一个人 掀开帘子后 才发现张阿姨已经命丧于此 他急忙跑到停车场 吴文轩的车子早已消失不见 而通过现场留下的痕迹 老高发现死者的作案手法 跟当年案件一模一样 都是胸口插刀不拔 接连死了三个人 老高不由地将目光看向了陆队 与此同时 本来赶去现场的池镇接到了一通电话 连忙赶回警局查看吴文轩的档案 但他依旧没有找出任何线索 而就在这时 吴文轩突然来到了警局 站在了池镇的面前 我来自首 我杀人了 养父不怀好意地看向一旁的养女 妻子立马心领神会 然后起身来到养女身边 待会喜个早 去你爸房间 他有事找你 女孩低头没有说话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而为了避免儿子耽误时 妻子拿出钱让他出去玩卡丁车 父亲也是急不可耐连番催促 可男孩刚走到门口 就突然倒地不起 一旁的女孩很是淡定 因为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探着餐桌上晕倒的夫妻二人 她先是研究了白沙罗夫妇的作案手法 然后戴上手套 将养母牢牢地绑在椅子上 根本学员的关系 这是在养母牢牢的吗 我叫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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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她 你还没有再说话 直接拿刀慢慢地插进了养母的身体里 解决完养母 她又来到恶心的养父身边 诉说着五年间 养父对自己的种种禽兽行为 男人害怕得不断哀求 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一刀透心良知接送她上黄泉路 可就在女孩做完一切准备离开时 隔壁邻居王伯伯过来还钥匙 碰巧目睹了这一切 王伯伯帮我干嘛 王伯伯并没有声张 随后女孩将家里之前的物品都交给了她 营造家里入室盗窃的假象 接着到吊盘子里的饭菜 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外卖 将盘子重新装满 料理完一切 她准备出门 好巧不巧又碰到上了邻居阿姨 对方看到了屋内发生的一切 但她也没有选择声张 反而开口说道 去洗吧你 女孩做完一切后 来到楼下丢掉垃圾 脸上满是解脱的神情 很快 接到报案的警方便赶到了现场 可所有的目击证人都在帮着女孩打掩护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们都知道女孩遭到了怎么样的非人待遇 最终警方排除了女孩的怀疑 将罪名按在了臭名昭著的白沙罗夫妇头上 可好景不长 六年后那些帮助过她的人 却接二连三遇害 导致当年的事件再一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里 为了不连累到更多的人 女孩只能选择自首 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可以让你对他们赶尽杀绝 那天下午 你的养父到底要跟你说什么 我说不出口 女孩杀害了养父母一家三口 但五年后却亲自来警局自首 可池震却想不明白 她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 而面对警方的一再逼问 吴文轩的情绪终于崩溃 只能苦苦哀求 看到这一幕的陆队没忍住 情绪激动地拍打着审讯室的大门 六条人命 三条我已经问完了 剩下的要留给你 最好好好珍惜这只机会 你从今往后就是你 坐在那儿 警务部来使你了 看着不断说着对不起的吴文轩 陆队强忍心中悲痛 最终以故意杀人最逮捕了吴文轩 警方原本以为剩余的三个证人 也是吴文轩杀的 但老高却在调查张阿姨时发现 凶手并不是吴文轩 因为李校长跟护士的死亡 都是用Sock型的匕首作案 让死者有时间慢慢断气 但赵阿姨却是用军刺刀一招毙命 拔出来后再换Sock型匕首插进去 所以老高断定这三人 都不是吴文轩杀的 就在陆队回想着老高的话时 警务部的人找到了他 他们怀疑陆队当年在调查的过程中 根本就没有排除吴文轩 是否真的有故在场的情况下 就草率地结了案 于是便停了陆队的质问 当年的三个目击证人都死了 池震想要知道 最后一个邻居王叔在哪里 但陆队却觉得他不会有危险 因为凶手的目的 就是要吴文轩认罪 但池震却怀疑还有另一种可能 于是他找到老板想要寻求帮助 没想到刚来到仓库 就发现地上淘满了尸体 他拿着手枪缓缓进去查看 终于发现了坐在椅子上的老板 从他的口中得知 这一切都是同伴皮修做的 也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其目的就是想要杀人灭口 因为作为同伴的老板 知道他的太多秘密了 回想起之前副局找他说过的 让他杀掉陆队的事情 再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事情 池震瞬间明白过来 第二天一早 池震便找到当年的目击证人王叔 通过他的叙述得知 最近有人想要买他当年 帮吴文轩处理的物品 池震找了个借口 要来了那个人的手机号 接着打电话让同事去查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跟踪王叔的陆队看见了 陆队跟着王叔的车 来到了一个废弃停车场 等到车一停稳 陆队拿着匕首就冲了过去 不料就在这时 退后 退后 你以为你捅他两刀 就可以顺利地帮吴文轩顶罪了吗 你做不到 我做得到 你幽致 我做得到 他不死的话全杖陆队死 原来早在之前 董副局长就找上了陆队 说只要陆队帮他干掉最后一个证人 便能保他包括吴文轩及家人的安全 可这时的池震打开后备箱 表示这一切都是副局长设计好的局 多年真相终于在此刻曝光 原来副局长贪了八百万赃款 被原来的张局发现 于是便故意制造了意外把张局杀死 因为张局是陆队的老师 陆队一直都在调查此事 眼看就要查到自己头上后 副局长只能找到吴文轩的前夫老胡 以他侵吞公司两千万为威胁 让其去杀害那三个证人 直到这一刻陆队才明白 副局长的目的就是想要杀掉自己等人灭口 好掩盖他杀死张局的事实 陆队 你这案子怎么结的 看看我身边这个人 连续杀了三个 人家眼睛都没长 副局长将老胡一枪击毙 接着又用吴文轩威胁陆队 声称池阵掩护十恶不赦的罪犯逃跑 要陆队当场击毙他 陆队不仁把枪对准同伴 但池阵却一把拽回了枪 然后告诉陆队 人最怕的就是没有选择 接着主动扣响了扳机 池阵顿时倒在了地上 副局长见计谋得逞 不由地开始挑了起来 这个城市谁能斗得过 张局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一枪崩了 所以啊 你们这些杀人犯会一个两个的都死在我的手里 陆队见状立刻冲上前用匕首打掉他的手枪 但显然不敌对方 眼看着就要命丧于此 这时副局长突然重弹倒下 原来陆队那枪打在了池阵胸口的酒壶上 才因此捡回了一条小命 池阵走上前来想要杀掉副局 却被陆队劝说警察不能杀人 此时的副局终于嚣张起来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啊 你们就是条狗 正义 我也是在有权力的这一方 但就是这一句彻底惹恼了池阵 想起之前枉死的姐姐 池阵没有在犹豫 最终还是扣下了扳机 我也是在这一方 我也是在这一方